想唐山大佛库 这里的鸽子好像不太怕人 但是呢 这个前史呢 早已坍塌了 这个鸽子曾经历过大功 在这个大佛库里 总共有三个秘密 但是最特别的就是 佛头上竟然有座古墓 今天呢 我们来看看特别的地方 这里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 北想唐山之谷 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师 先来环视一下 这里面总共有九座石窟 有两座是废石窟 咱们重点呢 还是看最神秘的石窟 咱们重点来寻找两座 极其神秘的北齐石窟 从这个圆门上去呢 就可以看到北齐的石窟 为什么要看北齐的石窟呢 因为石窟的鼎盛时期 就在南北朝 这是第六窟释迦洞 这个洞是谁找的呢 是北齐的神武皇帝高欢 也是北魏的全城 洞内供奉的是 释迦牟尼 这是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的造像 那么高欢为什么要建这些造像呢 从东汉明帝以来呢 因为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 但是从明帝起才传入我国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它的雕造手法呢 就是在窟中雕一个中心柱 然后把佛像雕在中心柱上面 为什么要雕在中心柱上呢 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和尚诵经 在中心柱的四周呢 还雕了很多的佛像 当时北魏有个和尚 向当时北魏皇帝拍了一个马屁 就说地极今日如来 于是呢 龙岩大跃 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龙门石窟五大窟 据说那就是北魏 五位皇帝的造像 这里比较黑 我们只能借助手电筒来看 北齐时候的石窟呢 有很明显的特点啊 都有莲花座 并且呢 它在佛的造像面前上面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多来自于西域 因为他们是汉化的鲜卑人 所以呢 在北魏时期开始呢 就兴盛石窟 我们今天重点要看的就是这个石窟 这个石窟呢 就叫做大佛窟 也是这里的第三窟 非常的神秘 里面包含三四个秘密 当然了 这些秘密至今未及 我们眼前看到的石窟呢 总共有三座 除了北齐的石窟呢 隋唐元明清 历代都在这里有修过石窟 这是大佛窟的里面啊 里面现在是因为有水 所以这边拦住了 而且很黑 今天是阴天 什么都看不到几乎 中心住看上供的佛呢 据说是弥勒佛啊 因为在宋代以后 弥勒佛才有肚子 而在北齐的时候呢 弥勒佛是没有肚子的 面容清秀 体态恶弱多姿 端坐在那里十分的响渴 大佛窟的左边呢 也是积了很多水 过不去 咨询了一下景区 据说要得到文管部门的审批 才可以进去看 很遗憾 我们要说的第一个秘密 就是佛的面相上 据说呢 这个佛的面相呢 是根据高欢的长相来雕刻的 还记得谭耀说过的话吗 地级当今如来 高欢是 既想被后世朝拜 又想做神仙 还记得我们刚才出来提到的鸽子吗 这个鸽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立了一个大功 为什么呢 因为鸽子呢 当时飞到了佛头上面的一个小刊里 这个小刊呢 恰好就是 类似于墓穴的一个地方 姿势通鉴也有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啊 佛头之上还有四个刊 在四个刊的侧面呢 依然有佛刊 但是这边过不去 我们只能这样看一下了 这个墓穴呢 就在侧面 但是已经被盗 姿势通鉴记载此处墓穴的时候就说啊 高欢藏在此处 并且将工匠全部杀掉 但是呢 有一个工匠漏网 于是呢 就泄露了这个秘密 现在这个棺果流失了海外 不得不说大佛窟啊 真是一座艺术宝库 为什么呢 因为历经1400年 这边的彩绘依旧是光鲜如新 而菩萨衣室着地的造像呢 更显得神秘 更彰显郁郁风情的是什么呢 是山花交叶 托起的火焰宝珠 还有忍冬文 在这些文室下面呢 却雕刻着十六座佛 这也是第三个秘密 这些佛刊象征了什么呢 象征了高欢的十六个儿子 但是他十六个儿子都没有活过四十岁 这也是高欢的悲哀之处啊 据说呢 其中有一个儿子还夭折了 其实这个大佛窟最神秘之处呢 还要说这三个天窗 每当阳光照在佛面上的时候呢 就仿佛进入了先进天国 这边是第四窟七佛洞 七佛洞呢 也是开凿于北七年间 有什么特色呢 南北朝时期呢 圣星一佛二菩萨二弟子 但是呢 这个比较特殊一点 我们注意看右面 菩萨旁边呢 是一个文官 据说呢 有的菩萨后面呢 还雕刻着七条龙 七条龙呢 在北魏时期呢 其实就相当于皇帝 明清时期才是九五之尊 我们再来看一下明代的观光像是什么样的 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这就是明代的观光像 看起来没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高大 高欢呢 虽然把持北魏政权达十六年 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北七时空呢 却是令人惊叹 历代都无法超越 尤其是大佛洞中的那些造像 真的是十分的精美 让人敬畏 而这里呢 最终成为了高欢的归宿之地 也是说明他对海天佛国的向往 对长生不老的向往 对神仙生活的一种追求 仅此而已